蓝忘机听后,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表情,但紧握的拳头和周身欲发冷的气息,代表了蓝忘机此刻有多生气。 蓝忘机冷声问道,这是你查出来的,还是你的猜测? 于仁泽看了眼蓝忘机道,在葬色散人去世后,我有派人去调查过,查到了一些,还有一些是我猜测的。 其实这些事情也不难猜,毕竟于紫渊那种德性,任谁都能猜到。 于仁泽这话说得倒是没错,于紫渊的德性全修真戒都知道,这是他确实做得出来。 这于紫渊和葬色散人有仇,想要将魏英一家置于死地倒是想得通,但又为何要与平阳瑶氏联手呢? 虽说平阳瑶氏在摄日之争之前一直都是云梦江氏的附属家族,但修真戒像这样的附属家族多的是。 于紫渊虽然是江氏的主母,但与江峰年一直都不亲近。 就算想要有人替他办事,也不该找平阳瑶氏,也该找梅山于氏或者梅山于氏的附属家族,自己的人才用这放心啊。 其实不知蓝旺基觉得奇怪,就连于仁泽也觉得十分的奇怪。 虽然他当时查出于紫渊和平阳瑶氏联手,一同除去了魏长泽和藏色散人,但心里的疑惑也与现在的蓝旺基一样。 不过他后面听说了一件事,有派人去调查了一番,便立刻明白于紫渊为何要联合平阳瑶氏,也明白平阳瑶氏为何要与于紫渊联手出去藏位二人了。 其实只要了解一点江峰眠登位的事,就能将其中的事猜得七八分了。 其实江峰眠能当上江氏家主的位置,完全是因为魏长泽,可以说若是没有魏长泽,就没有现在的江峰眠。 当初江老宗主去得早,江峰眠的性子又绵软,根本压不住江氏的旁支和附属家族。 要不是魏长泽当初一粒谈压,替江峰眠招了一匹忠心耿耿地修饰进了江氏,才堪堪地稳住了江峰眠的家主之位。 而当时平阳姚氏见江峰眠稳不住江氏的家主之位,便想趁机联合江氏友谊心的人,趁机夺取江氏,当上云梦的第一大使家。 但谁知突然冒出个魏长泽,将那些对江氏友谊心的人全部赶出了江氏,还来警告他不要动江氏,要不然他不会放过他。 这让姚不起恨上了魏长泽。 当时他见魏长泽实力超群,又对江峰眠忠心耿耿,便想招揽过来,为自己所用。 但他无论有多少金银财宝,却招揽魏长泽,魏长泽都没有动心,最后还来警告自己。 后来于子渊来找姚不起,说要与他合作,姚不起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与于子渊联手。 于仁泽见蓝旺姬粗眉思考的样子,就知道蓝旺姬定是在思考于子渊为何要与姚不起联手的原因。 于仁泽想着自己,既然和蓝旺姬合作了,便将自己调查的事讲给了蓝旺姬听。 蓝旺姬听后,便立刻明白于子渊和姚不起联手的原因。 蓝旺姬见自己来于仁泽之力,已经有半个时辰了,怕被人发现,便给了魏无羡新研制的传信欲,说以后有事便用此物联系,说完伴走了。 蓝旺姬走出于仁泽的房间后,像躲在外面的魏无羡使了个眼色,两人便用了急行服走了。 很快两人便回到了云深不知处的静室,魏无羡一回到静室,就把踢了一旁的支架,摆在上面的花瓶摔碎了。 蓝旺姬知道魏无羡生气,也知道魏无羡需要发泄,也没有劝阻。 而是走到一旁的支架拿过上面的花瓶递给魏无羡,魏无羡接过后,直接甩了出去。 随后,蓝旺姬拿了三四个花瓶给魏无羡,魏无羡解摔了出去,蓝旺姬还很贴心地问道,怎么样? 还解气吗?还想摔吗? 魏无羡见摔出去的花瓶,那些花瓶届时名贵之物,现在都被他摔了,生气还是有些神情,但还是有些心疼,不用了,那些花瓶也挺贵的。 我摔的时候,你怎么不提醒我呢? 面对魏无羡的责问,蓝旺姬只是淡淡地回答道,只要你高兴,想摔多少都可以,你要是还想摔的话,我可以去库房拿上几十个给你摔。 魏无羡一想到一把把的钱,就这么摔没了,就拒绝了。 蓝旺姬听了魏无羡这边财迷的话,觉得十分的好笑,也觉得这样贪财的魏无羡十分的可爱。 蓝旺姬首先将房间里的那些瓷器碎片打扫赶紧,省得这个粗心大意的人,早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,踩到那些碎片砸到自己。 打扫完后,蓝旺姬在桌边坐下为魏无羡煮了壶茶,示意她坐下后,为她倒倒了一杯茶。 魏无羡结果喝了一杯后,怒火才平息了一些。 蓝旺姬这才问起魏无羡该如何,魏英,你想如何做? 蓝旺姬这样问,其实心里还是有些顾虑。 毕竟魏无羡,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,都对江家,对江艳离,对江丰眠,有愧疚之情,也有对教养之恩的报答。 所以,蓝旺姬担心魏无羡会因为江艳离和江丰眠的关系,而对于子渊的处置有所收敛。 蓝旺姬明显估错了魏无羡,魏无羡虽然对江家有顾虑,对江艳离有愧疚之情,对江丰眠有教养之恩的报答,但并不代表魏无羡会因为江家而饶过于子渊。 虽然她记得藏色散人给她讲过要记得别人的好,不要记得别人不好,这样才能过得开心。 但这个仅限于对她好的人,但并不代表是对她的杀母仇人。 魏无羡冷声道,魏父母报仇,天经地义,旁人也不会多说一句。 蓝旺姬听到魏无羡的这句话,心里也安慰了不少。 魏无羡看到蓝旺姬顿时轻松的神色,就知道蓝旺姬定是担心自己会因为江艳离和江丰眠而对于子渊轻纵,便只站了起来。 走到蓝旺姬身边,坐在身旁抱着蓝旺姬的要导,蓝站,虽然我一直记着娘亲说的话,要记得别人的好,不要记得别人不好,这样才能过得开心。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会放过杀我父母的仇,尽管我再怎么记恩不记仇,但我作为人子,定是要为父母报仇的。 蓝旺姬听了魏无羡的话,也立刻回报住她。 是啊,她的魏英就再再怎么记恩不记仇,但她身为人子,怎么能不为自己的父母报仇呢? 两人都说开了,便商议起如何对取于子渊的事。 魏无羡想起既然于子渊回了于家,又和于老夫人一起夺了于人责的权,就是为了对付自己,自己不如以身作儿。 魏无羡提出这个想法,便立马遭到了蓝旺姬的反对,魏无羡想要劝蓝旺姬答应。 但见蓝旺姬一脸坚定的样子,魏无羡知道自己就算再怎么舌灿莲花。 蓝旺姬时候不会同意自己以身犯险的,便也不再说这个方法了。 而蓝旺姬说以两位的尸骨中入手,魏无羡立马同意了蓝旺姬的这个想法,但还是暗自谋划着自己的计划。 几日后,蓝旺姬提着小石盒推开明示的门,魏无羡默契地让开了抄写笔墨的一处暗桌。 蓝旺姬将吃食一一摆正,魏无羡将垫子挪了挪,默默吃饭。 蓝旺姬便接过刚刚魏无羡抄写的佛经,提笔街上,无缝相接藏色夫妇二人的魂魄有损。 必须先在明示养魂,待魂魄养好,以迦兰之法度以灵气,使二人魂魄苏醒,再送入轮回。 整个过程略显漫长,但是两人向来耐得住寂寞,待百日佛经抄写过后,便不用日日前来。 这些日子,也算是两人所尽孝道了,而今日,已是百日的最后一日。 这时蓝旗姬走了进来,望些二人连忙起来行礼,蓝旗姬只是点了点头道,两位前辈的魂魄休养得怎么样了? 魏无羡道,今日便是最后一日了,明日便送爹娘入轮回。 蓝旗姬听后点了下头后继续道,一个月后便是清谈会,今年会在云梦举行,你二人准备一下吧。 望些二人点头称是,与二人说完后,蓝旗姬也离开了。 第二日,望些二人便把藏色夫妇送入了轮回,又过了几日,蓝旺姬把魏无羡从床上挖起来,替他穿好衣服,就拉着魏无羡去了后山。 两人大概走了一炷香的时间,在一处隐蔽的山间内,环山群绕,旁边的青木蜿蜒成群,哀哀蹭蹭的野蛮生长,凑成一龙青涩立于天水之间。 高山流铺的银河从盘根错节的轻松辗转而下,果真是一处人间仙境水流的山剑顺着临时划过一道道水痕的浪花。 把怪石临寻的山剑石壁硬是魔的光滑蹭亮,明明是美好的人间仙境,旁边却立了一座非常接地气的木屋,魏无羡就算再不知世俗,也能一眼看出来。 这小木屋虽然平淡无奇,但是却建设得异常低调奢华,因为每一处基底都是用着上好的紫檀项目建立而成,人还未尽,檀香已闻。 魏无羡心中惊讶,谁会在此处建一个房子,还如此大手笔。 然而这个想法在蓝忘机推开小木屋的门口彻底僵住,小祠堂里点了无数战长明灯,空气中还散发着淡淡安魂香的气息,流金色的布帘挂在横幕上,增添着祥云之气。 用朱砂笔转字的牌位粒粒板板地刻画在上,贡相的金坛里还插着三柱焚香,无疑不再说明这个地方之前便有人来祭拜过,魏无羡的眼眶一下就湿润起来,因为上面供奉的正是藏色散人和魏长泽的牌位。